消逝的红五星,歼16换新装助力实战 5月9日,解放军画报发布了一组最新的歼16多用途战斗机突击 而这次的歼16多用途战斗机首次公开曝光了低可适度涂装。红男爵作驾 提到战机涂装,时间还要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时的军用飞机多视图上橄榄绿色,从上复视时,同森林,田野荣为一体,不易被敌方发现。 其中也有特例,德国飞行员曼弗雷德逢,李其人称红男爵一战时几落最多战机的王牌飞行,他的座机以血红色为主,最具分辨力,同时也给敌人一定心理震慑。 二战飞机涂装多样标识鲜艳。 到了二战期间,各国开始涂装的系统研究,根据季节,地域,机种和任务采用不同涂装。 新世纪以来,战机涂装技术突飞猛进,让战机隐身性能大幅提升。 早期战斗机涂装主要是为了敌我识别需要,当时机在探测设备性能比较落后,难以对空中目标进行有效识别,还需要飞行员进行目视识别。 为了防止物伤,各国和地区空军都要求对目标进行目视识别之后才能进行攻击,不过空中目标飞行速度快,加上战斗机座舱狭窄,飞行员视野受到限制,对空中目标观察能力较低,这样为了便于我防飞行员观察,所以早期战斗机采用比较鲜艳涂装。 不过这个鲜艳涂装固然可以让我防飞行员能够快速识别敌我,但是也能让对方飞行员迅速观察到,容易暴露目标。 随住电子技术发展,机载设备雷达、敌我识别、通信等系统性能提高,飞行员已经可以评级机载设备对空中目标与有机进行比较精确时识别。 对于牧师识别要求已经大为降低,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对战斗机涂上鲜艳机灰已经没有太大意义,相反它暴露载机行中缺点更加突出,所以现代作战飞机越来越多采用低克式涂装。 低克式涂装作为战机的伪装手段,以折线为主的形式,还有条状色块、变状色块、不定型色块等。 涂料多类无光漆,还有防雷达播放射的隐身涂料。 据飞行人员反映,超过5000米距离,色彩差别基本上消失,空中视觉颜色以浅灰色和深灰色为主,从7000米以上的高空俯瞰大地,也多为灰蓝色。 因此,在设设设计涂色时,应考虑到光、色与背景的关系,利用色彩相似但亮度不同的视觉效果。 在低空飞行时,飞机下表面因背光而有较暗的阴影,在明亮的天空背景对比下显得格外突出。 为此,通常将机身下表面涂以白色或浅灰色,从而消除阴影,达到牧师隐身的目的。 实践表明,分别在飞机光照最强处和脚暗阴影处喷涂上暗色和明快色,可以消除飞机亮度上的拆值,增加视觉平面性效果。 机头部的雷达天线照为透波性能好的复合材料,涂有防腐蚀的涂层,面膝也强调透波性,有的色彩与机体颜色不一样,但近年来,雷达照面膝大都改为与机身面膝相同的颜色,增强涂装效果。 自此,我国空军公开低可适度涂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空军训练水平越来越高,越来越贴近实战,通过这样高难度磨练,可以有效提高飞行员技术水平,可以更好打胜未来战争空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